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频道 今天呢 我到的地方呢 是一个 应该是西岩的一个做SPA的养生馆 然后我现在是在他们的店里面 因为假期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所以说我左搜右搜收到这家店 然后我现在是准备进去试一下他的这个颜料是一个怎样的体验 可能 我明白 这不是很棒的 哇 这个是孩子的房子 这个是很大的 对 这个房子是很小的 所以你会在那里面 但等一会一会 因为我刚刚打开玩笑 你会看到一秒钟 因为它很暗 我可以放点灯 对 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放点灯 我只想放点灯 对 我也看不到 对对 就是多多一点 可能别是这样 这一部分是这样的 这部分是主要的 主要——所以这部分是主要的 所以孩子们可以在找它 然后对 那是世界的 这是很大的 那是很大 这是一个 公共的 对 有一个 一部的 theater 对 对 祥的 这部分应该是很放松的 对 主要是 和就是 做联益的 尤其是 好酸 喔!那是好酷! 喔!哇!那是好酷! 這個剛剛那個人非常非常好 現在在我照片 他不想上香 但是他跟我介紹了很多 在這一邊可以玩的一些遊戲 然後非常非常非常有趣 然後這個 我現在在的這間房間是給家庭的房間 然後非常好玩 因為這下面有沙 然後椅子特別多 因為現在疫情 可能你如果一家三四個人 來加幾個小孩的話 來這邊玩很大很大的地方 然後上面是有點像 那種石頭的 然後都是岩做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很大的觸控瓶 然後小孩可以踢 然後可以玩沙子啊 非常非常非常 我覺得是應該非常一個很棒的一個體驗 哇!超酷的 本來我的房間 哇!好燙! 他給了我兩個這個包 然後他叫我放在痛的地方 然後我現在放 因為我看那個 呃 視頻他們都放在那個胸口 哇!但是超燙的 然後因為我的這間房間本來是有另外一個人 但是那個人可能沒來 然後這一整個房間 現在都是我一個人的 這就是疫情出來的好處 然後現在是 呃... 這個是個按摩椅 然後他這個 他整個的 這個岩壁的話 就是這整個 整個岩壁 然後四周 然後這個 這個壁上 是沙 然後四周是岩壁 等於是讓你去吸 呃... 讓你去吸那個岩 他這個是有助於 應該是呼吸道 或者是 呼吸道疾病有關的 假如說你有呼吸道疾病這些 但是非常注重於 有助於這一些的岩壁 我現在身上放了3塊 太好玩了 看這個有不同的模式 有一點就 前面震一下 然後後面震一下 腳震一下 背震一下 我還是比較喜歡 全身震的那個 還是喜歡 那是最後一個 全身震 你能 聞到吸道 空氣中有 一種淡淡的 幽幽的 應該 他們是說是鹽的味道 因為這是鹽礦嘛 但是 跟你想像的 聞到的鹽礦的味道 好像是不一樣的 有點更像地下的味道的感覺 我在想如果今天有人在我旁邊的話 我應該不敢這麼大聲地吸氣 因為這邊的主要的一個 叫你的 叫你的點 就是要 去吸這邊的鹽分 然後現在一個人一間房 所以可以吸得很大一口 我剛出來的時候發現我相機 蒙上了一層很細的 白白的應該就是那個鹽 因為我在裡面因為太黑了 感覺不到那個空氣中飄散著鹽 然後我出來的時候才發現相機上猛了 所以說我應該在裡面吸了很多鹽進去 然後 我剛開始在裡面想總結的是 好像噱頭大於實際的功能 因為我可能自己沒有特別的感受到它對我的幫助 因為只是去體驗而已 但是我覺得 就是我出來有看到那個鹽以後 我發現如果你是真的有什麼肢氣管 或者是有這個 鼻炎啊 這一系列的病的話 應該你會感覺到的變化會比我更大一點 但是還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體驗 如果大家有時間可以過來玩一下 這邊是叫 因為我最近 我最近的口號就是發現身邊的美 因為也不可能 也不能走去很遠的地方 只能在都柏林 按規定是說只能待在都柏林郡 所以說 其實連Bray也去不了 我本來是計劃去Bray 但是Bray是在另外一個郡 所以說我現在是在都柏林郡 找一些可以做的事情 我現在其實 說實話 我都不知道往哪個方向走 欸 現在這個海灘的海浪是我看過最猛的一個 是在都柏林附近的海灘最猛的一個 因為它那個波浪起伏也太大了 感覺很很適合衝浪的 現在這邊遠的看不清 到時候我近了給你們看一下 那個波浪起伏非常非常大 大家知道這什麼嗎 這很多 很多這個 我就是說吧 走著走著 你會走到一些 你知道可以看的地方 可以聊的地方 然後我現在身後呢 這個是叫 Matello Tower 好像是我忘記了 但是 應該是過去的 抵抗法國軍人的 你知道上岸登陸的一個堡壘 然後這邊也沒有什麼介紹 因為這邊沒有什麼介紹 我就 我就很難介紹 因為沒有做功課 然後回去再補吧 這邊沒有牌子 Matello Tower 是在Fingo區域 發現的12座防禦碉堡裡 最北的一座 這12座碉堡都建於1803年 在英格蘭和法國的戰爭期間 它的取名來自在法國 柯西加島 一座同類型的碉堡 當時英國海軍部隊 在1794年登陸柯西加島時 也就是在這座塔前吃了白掌 由於它的設計 便宜以及堅固 所以也被英國海軍 廣泛地運用在 愛爾蘭沿海的防禦體系中 好啦 今天視頻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讚 然後分享 訂閱 下次的旅途見囉 掰掰 我發現這個小鎮 Bowbrigan 真的是一個非常不起眼的小鎮 一般我去小鎮的話 你都會看到一些 你知道彩色的 很好看的裝飾的店面 或者是房子 然後這個小鎮的話 是 我到現在 一個都沒有發現 都是 都是灰灰的 然後 都是很 很朴素 超級樸素的 街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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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